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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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這個磐式你要怎麼看呢 金剛老師跟你講好不好 還是要有見解好不好 見解真的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沒有見解 我跟你講 真的這個磐式你真的會看不懂 而且金剛老師常說過的 這個磐式真的還蠻無聊的 為什麼 因為每天都一樣 結論都一樣 所以乾脆就直接放重播好了 我們就在這邊聊天 聊30分鐘 你想偷懶就說嘛 你還有籌碼面要看 對啊 不可以偷懶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好不好 其實這個磐式 真的很簡單 等待時間而已 所以我還是從大方向 再講一遍給你聽 如果你忘記了 金剛老師在提醒你 而且今天老師還要教你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你可能不知道 沒有看過的 新的 新的絕招 真的是這樣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美元指數還是一樣 最關心的東西 還是這個地方 然後另外一個 歐元對美元的匯率 還是在破底對不對 沒有錯嘛 這個大方向大家都知道了 我跟你講 如果假設 Hello Kitty 沒有看到這兩個數字 我跟你講 他早就給他拉出去了 怎麼說 既然要護盤 那怎麼可能 戶在這個地方 要嘛就直接拉出去 那為什麼 他沒有直接拉出去 因為 這兩個數字告訴人家什麼 我還要寬金 我要錢 我要Cash 我要現金 所以拉 當然就撐住就好了 如果拉上去的話 外資要做賣鈔的動作 那你覺得 那不是 那個Hello Kitty不就是中 中 中計了嘛對不對 所以請你記得喔 所以 現在因為 國際的熱錢還是要回美國 另外一個昨天有提醒過大家 這個M頭有沒有 這個M頭真的很大 外資總共在 我們看一下這邊好不好 這個M頭真的很大 整個 外資在這個地方 上方所套勞的資金 總共有1200多億 真的是這樣 那麼多 你覺得 你要不要給他時間慢慢消耗啊 除非你告訴他說 要快點 快點 看到他一萬點嘛 他就不會賣了 但是問題 還沒嗎 你去看PMI 你去看所有的經理人 對於下半 應該說明年 明年的一個景氣的看法 到底是OK的還是不OK的 你自己去調 今天老師不給你調 你就Google一下就好了 所以人家真的是有concent的好不好 人家真的會小心的 面對這個盤子 所以你沒有讓他這個賣壓消耗掉的話 你說你要馬上的衝出去 我認為也很難看得到 了解 所以給你這兩個數字 好 另外一個 昨天美股是不是大跌對不對 那你在想說 美股大跌 那關我們台股什麼事啊 好 我跟你講 這可重要了 監教老師跟你講一個新的東西 這新的東西你可能不知道 美元指數在上漲 國際的熱錢一直一直回去美國 對不對 那監教老師給你看一個東西 這是美國的道瓊工業指數 來 監教老師工具原來也可以看美股 啊當然是啊 你以為監教老師的工具這麼兩光 連美股都不能看 當然可以看啊 你有沒有發現監教老師還這邊圈一個圈圈 什麼圈圈你知道嗎 那一天是9月19號 也就是說美國的 我們所講的美國的事務日 什麼事務日 就是期貨 期貨選擇權 股票期貨 股票選擇權 都會在同一天去做結算的動作 每一個 每一個季度的 最後一個月的第三個禮拜五 好 購著一個新交 我告訴你這個要做什麼 嘉老師你跟我講這個幹嘛 你忘記了嗎 每一次在結算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都會有換倉成本 那你覺得美國會不會有換倉成本 也有啊 你當然人家是空了嘛 人家也是會有換倉成本啊 人家換在哪裡 給你看一下好不好 上面 換在天花板上面 你懂嗎 懂這個意思嗎 所以為什麼人家道瓊指數 昨天跌下來的時候變藍K棒 接下來你就不要讓他繼續藍K棒 如果繼續藍K棒的話 我跟你講整個環境真的沒有那麼好 當他沒有那麼好的時候 我跟你講Halo Kitty 再十隻Halo Kitty出來都沒用 我跟你講真的 Halo Kitty可以改變走勢 但是他沒有辦法改變趨勢 除非用錢 嘉老師一直跟你講用錢 要嘛你就直接給他拉出去 用一千億把他拉出去 外資就說 哦對 你真的有氣票 你真的要把他拉起來 好 那我就 就不會肆無忌憚了 他會怕嘛 但是問題是 七八百億 七百億 哎唷 競技在這裡 每天就開低走高 開低走高 你覺得他會怕嗎 不會怕 他還害怕什麼東西 他只怕一件事情 當他要賣股票的時候 沒有人接耶 結果Halo Kitty在下面接 OK啊剛剛好 他就倒給你了 所以嘉老師跟你講這個幹嘛 從美元指數告訴你什麼 熱錢完美國流 從那個M頭來告訴你 外資總共套勞一千兩百多億的股票 的資金全部都在頭 都是在樓頂上 第三個再透過 什麼道瓊公益指數告訴你 美國的市務日所換出來的一個成本 基本上是換在高檔 所以你只要讓它掉下來的時候 我跟你講 美國沒那麼快止跌 所以國際環境如果沒那麼快止跌的話 還是一樣 Halo Kitty真的會護得很辛苦 那護得很辛苦 會不會掉下去 我不知道 我只是告訴你說現在真的沒有做大多的條件 有沒有做大多的條件 你就等待一個東西嘛 等到橫盤整理衝出去嘛 健安老師為什麼今天穿戰袍你知道嗎 就是為了要等待這一天 明天也許後 也許明天真的有機會 健安老師你不要騙我了 你每次都是框我說怎麼樣怎樣對不對 我跟你講真的 為什麼我要告訴你一個東西 打了那麼多天 你不會覺得一直在八千九百點附近打了那麼多天 難道你都不會覺得應該要分出勝負了嗎 應該有對不對 有那個feel了對不對 每天開低走高開低走高 那你覺得籌碼吸夠了沒有 感覺吸夠了對不對 這時候就來了 到底是外車真的會被嘎到認輸 還是Halo Kitty會護不住會掉下去 我認為明天如果沒有多空表態的話 也會是一個大波動的一天 我再跟你講一遍 如果明天沒有要多空表態的話 我認為也會是一個大波動的一天 所以請你一定要記得 我又卡住了 吃螺絲會傳染 對吃螺絲會傳染 但是我沒有吃檸檬汁怎麼會這樣 很奇怪 我跟你講明天這個多空會做表態的動作 要不然就是一個大波動 所以如果你要知道大波動在哪邊 你想不想知道多空加上的點位 想知道對不對 昨天有沒有告訴你多空加上的點位 來在這邊 九千零四點 昨天告訴你 你今天是不是去追高 追高 還要倒退路下來 現在誰贏 目前看起來是空方有一點點小獲勝 法輪換倉成本 還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十月份的法輪換倉成本在天上 那個摩台的換倉成本 還是在天上 所以目前看起來都空方獲勝 那昨天告訴你的多空加上的點位 九零零零四 目前看起來 還是稍微空方獲勝一點點 但是有沒有很獲勝 目前看起來沒有 因為收完牌的設施 收在八九九二九三的附近 所以還好 還好而已 那當然今天最新多空加上的點位 重要了對不對 嗯...故意不講話好了 好啦 還是要告訴大家 這個數字真的很重要 明天就看這個數字 我認為如果多方真的要贏的話 這個數字它不會讓它跌破 我再講一遍喔 如果多方真的要贏的話 這個多空加上的點位 它不會讓它跌破 那這個數字 建愛老師不會在今天公佈 所以 重點來了 打在哪邊 八千九了對不對 之前都跟你講九千點對不對 那為什麼今天是八九多 感覺好像...喔...有眉目了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 到底多空交戰的點位 是打在哪個地方 八九差八 而且 建愛老師真的是把戰袍給穿出來了 你一定要相信建愛老師 每一次提醒你的大波動的日子 沒有方法 請你退場觀望 就這麼簡單 否則你就八來八跪 也就是雙八三八盤 都有可能喔 所以你想不想知道這個數字 你一定很想知道對不對 你現在是不是握在那個電話上面 說建愛老師你是不是還要花你一塊啊 對 真的要花你一塊 等一下廣告的時間 建愛老師會告訴你 到底絕學籌碼多空交戰的點位 打在哪個地方 只要花你一塊錢 線上的助理人員會告訴你 到底怎麼取得 就這麼簡單 八九差八等一下廣告的時間 建愛老師的線上助理人員 會告訴你怎麼樣取得 因為禮拜六禮拜天 建愛老師有一個活動 要告訴你這些數字 摩台子的換上成本 法人的換上成本 每一天的多空交戰的點位 到底要怎麼用 這個比較重要 而不是把數字抄不抄 數字抄一抄 抄完之後你還是賠錢 那有用嗎 沒有用啊 是要教你怎麼用 所以如果你認為 這個數字真的很重要 你認為明天你真的急著想要進場 八九差八這個數字 你一定要知道 到底是打在哪個地方 等一下廣告去接 記得打一通電話 線上的助理人員 真的會告訴你 到底怎麼取得 好那接下來就看籌碼囉 對來我們看一下籌碼了齁 真的是 外資真的是吃了襯托鐵的心 我就是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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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辦法啊 建老師有跟你說過對不對 有人願意把他拉起來 你覺得他為什麼不賣 他怕賣不出去了 你會覺得他 你以為他是怎樣 他是做慈善事業嗎 沒有啊 既然有人願意在那邊接 他當然就倒給他了 所以答案揭曉 有看到嗎 賣61億 昨天賣70億 今天賣60億 所以還是在賣 外資真的套了很多的錢在上方 所以你真的一定要聽 建議老師跟你分析的籌碼 真的是這樣 那三代法人這樣加加減減 總共賣差了55億 跟昨天差不多齁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一樣偏空思考 算是有點多了 賣有點多 所以偏空齁 那起步的部分 昨天是有回補的動作 那今天呢 就稍微做加空的動作 但口數不多 加空了505口而已 那自行商 偏多操作了804口 所以這樣加加減減的話 還是一樣高水位喔 還是屬於兩萬 將近兩萬口的一個高水位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 就給他中性偏空 或者是偏空看 大概也可以 因為沒有增加 但是還是真的是高水位 所以請你真的要特別小心 你有沒有發現 每天開D走高 開D走高 所有的電視台都跟你講什麼 那個空單有可能會回補,空單有可能會回補 那來回補那我可能跌兩萬六千塊啦 你也好,你也休憩一下 不要亂講好不好 這個數字如果沒有在盤後看的話 沒有人知道盤中只能用猜的,用有的 盤中的時候如果有人跟你講說外資在回補空單的話 那是要騙你的,誰那麼厲害啊 你以為他是在外資操盤掃銷 沒有那種東西好不好 所以請你記得都是要盤後的時候才知道喔 好不好,來,那我們看一下選擇權的部分 嗯,偏空操作囉 偏空操作2萬口 那自營商的話偏多操作1萬4千口 所以基本上在選擇權的部分是一個平衡的狀況 不過還是屬於超於20萬口的一個高水位 所以一樣直接偏空思考了 所以三個籌碼都是一樣稍微偏空的一個狀況 好,普攻ratio昨天是0.8 那今天拉到0.85了還不錯耶 直接有慢慢拉上來 所以這個我們數字就稍微中性偏空 來看待就可以了 來,最後一個數字啦 這個數字可重要啦 什麼數字 當然是散戶多空的力道 這一次散戶多空的力道 真的是Hello Kitty當電背的 所以肆無忌憚 39.8 但是姜安老師跟你講喔 趨勢的力量還是最大的 真的,我沒騙你喔 你有空的話你去翻一下 歷年來 護盤到底有護成功的是哪幾次 你自己去看一下 如果你找得出來的話 你可以打電話跟姜安老師講 你跟我分享一下 真的是這樣 所以啦,姜安老師講很明白了 好,那我們當然來看一下巴拉光股行庫的一個部分 到底是長怎麼樣 如果假設你還是不知道怎麼操作的話 一樣的,籌碼看過一遍 K棒的顏色還是要看過一遍 所以籌碼是長怎麼樣呢 昨天巴拉光股行庫的部分是站在買方 買超多少 11.8億 還不錯,還是有做買超的一個動作 好,那當然我們就來看K棒的顏色了 準則還是要念過一遍喔 所有的準則都一樣 看股票 看期貨 看波段 看當衝 都一模一樣 都是看K棒的顏色 所以請你記得一定要順勢交易喔 下一根K棒怎麼走 沒有人知道 就好像連續這幾天都開地走高 誰知道 沒有人知道 那追慣性就可以了 那慣性怎麼追呢 你用顏色管理的概念 紅綠燈嘛 好,紅K棒就請你做多 黃K棒就在盤整 就這麼簡單 所以啦 江老師要直接跟你講K棒的顏色了 日線期的K棒 到底是長怎麼樣 有沒有改變 如果沒有改變的話 請大家還是不要太急著做轉彎的動作 在這邊還是藍色的K棒 好 所以大盤日線期的K棒交代完之後 江老師還必須要苦口婆心的講一下 也許你會覺得說 江老師你會看好空好空 沒有啦 江老師沒有看很空 江老師知道 家裡有大人 所以還是偏空思考 只是說因為每一次都有人在撐著 所以不要用追空的動作 所以不要用追空的動作 每一次江老師都提醒你這個東西 對不對 但是江老師還是要提醒你喔 我相信你看奇海論壇 該多我就跟你講多 該空我就跟你講空 該盤整我就跟你講盤整 但是除了這個以外 你去看其他老師的節目 很多很奇怪齁 整年頭當都在做倒的 什麼都整年頭當 揉起來做倒 下下來做倒 下下來做倒 橫盤整理盤做倒 每天都在做倒的 你會不會覺得很辛苦嗎 每一天很多很辛苦 了解嗎 所以請你記得 順勢交易是江老師 真的要帶給你的觀念 運用K棒顏色 真的可以幫助你判斷多空 該空就空 該盤整就盤整 該多就多 就這麼簡單 所以如果你在操作期 或怎麼操作 怎麼不順的 不要忘記了 多空交戰的點位很重要 等一下廣告的時間 記得打一通電話 線上助理人員會告訴你 怎麼樣取得 從馬面的部分 還是讓做多的投資人 你覺得有一點擔心 那個股的部分呢 好的 個股的部分 請江老師的勸 我跟你講 如果當你沒有方向的時候 要嘛就先退場觀望 要嘛你只做一個方向 相信江老師 區間整檔整理盤的時候 我相信很多人都忽多忽空 忽多忽空 你會沒有方向感 所以你只要做一個方向就可以了 把握江老師告訴你的原則 強勢股 請你縫回接 弱勢股 請你縫反彈空 就這麼簡單 今天老師教你的 都是江老師畢生的絕學 你如果還不會 我也沒辦法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有哪些強勢股是可以回漲接的 今天拉上去的 我不會跟你講 因為講那個幹嘛 講那個幹嘛 你去追 你敢追嗎 你去追華爾克好了 你去追那個掌停板的好了 不要去亂追好不好 江老師教你的 就是紅K棒的 請你縫回接 那到底有哪些縫回接 我不是跟你講嗎 1476的如虹 你不是一直漲嗎 今天人家 稍微掉下來的時候 你有沒有去接啊 是不是不敢接啊 對不對 好 3576的新日光 是不是告訴你是紅K棒 回檔接 你有沒有接啊 沒有接對不對 3691的塑和 是不是要回檔接 你有沒有接 我相信你一定不敢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K棒的顏色 哪一天你真的接了K棒的顏色 變藍K棒的表現啊 對不對 所以啦 方法還是最重要的 好 另外的我們來看一下 空方趨勢股票 你有沒有發現空方趨勢股票 比多方趨勢股票多很多 沒有錯 現在就是這個時候 不像空方趨勢的空方趨勢 其實做空的股票 真的比做倒的股票 比較多啦 真的是這樣 所以如果從機率上來講 你要壓多還壓空 你自己決定 就以機率來講 建安老師的看法是 你壓空獲勝的機率 還是比較高的 千萬不要因為有Hello Kitty Hello Kitty Hello Kitty不會付你的股票 好不好 Hello Kitty只會付指數而已 所以請你記得 2448的經電 有沒有改變它的趨勢啊 沒有改變喔 然後24381的群創 有沒有改變它的趨勢 對不對 不是面板股很好嗎 怎麼會一直往下掉 不要聽消息面而已好不好 2049的友達有沒有很好 沒有啊 差一點點就要破底了 了解嗎 空方趨勢股票 真的不要去做多他 4946的辣椒 是不是跟你講是空方趨勢股票 對不對 另外一個 6269的台駿 還是空方趨勢股票 把握一個原則 如果是空方趨勢股票 怎麼做 逢反彈你要去空他 而不是去追多他 如果你去追多他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是你對 還是工具對 就這麼簡單 像老師多講前面 2059的窗戶 對不起 2059的窗戶 你覺得要做多他嗎 不要吧 對不對 2384的勝負 真的齁 不知道怎麼說 今天掌停板 大家是興高采烈的 應該是換 或是 張登截台 是不是有龍有獅 我跟你說 對12塊落到這裡 結果讓你起一天掌停板 大家開心到 之前以後都不用算 了解嗎 趨勢的力量很大 好不好 不要因為一天 不要因為兩天的反彈 我跟你講 盤中文說還很多人 還一直告訴你說 得意志外資有在買鈔 某某外資有在買鈔 唉 你要聽他一眼嗎 好吧 我沒辦法了 不要再亂聽消息了 空方趨勢的股票 就真的不要去捉摸他 你沒有放空他 就已經對不起他了 你還去揭奪他 真的不要這麼做 來3622的陽華 仍然是空方趨勢 最後一檔股票 3653的建策 有沒有 破底完之後還是在抵擋 第一檔這邊徘徊 沒有完全沒有起死回生的一個現象 所以做股票做期貨 有沒有很難 沒有很難 每一天盤中文都跟你講同樣的東西 只差在你願不願意去接受他 如果你不願意去接受他 盤中文講再久有沒有 沒有用 而且最重要不要看電視看明牌 你是不是這樣炒起來之後 好來放空 還有人問我說 N年前我放空的4915 還有N年前放空的世界現金 還在不在 你當作盤中文是空了嗎 那麼久時間那麼過了 那麼久了 你怎麼可能不會做動作 當然會啊 所以看電視要看 只是要跟你講原則的問題 不是叫你真的去做放空的動作 你又不是嘉老師的學員 沒有辦法帶著你帶進帶出 了解不齁 所以最後提醒大家 如果你在操作股票 操作期貨 怎麼操作怎麼不順的 好好的運用K8的顏色 真的可以幫助你判斷多空 健安老師已經提醒你了 明天你在做期貨的過程當中 我認為小區間震盪行情 會變成一個大區間震盪行情 這個數字你一定要知道 多空交戰的點位 會打在8900X18點 到底打在哪裡 你一定很緊張 健安老師跟你講 我也很緊張 為什麼 因為我要看明天 到底多方這個數字 能不能守得住 如果多方守不住的話 我給你講 健安老師搞不好 就會傾巢而出 傾巢而出什麼 不告訴你 你自己決定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知道 這個數字 到底在哪邊的 等一下廣告的時間 健安老師 禮拜六禮拜天有一個活動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到底怎麼樣取得這個數字 對 好 那我們就先進廣告 把時間留給大家了 馬上回來 來 如何搶賺旗鼓大錢 善用工具 辨別市場多空 全面量化與您有約 10月4號台北台中 10月5號彰化高雄 02-2506-6808 02-2506-6808 空調靈 空泡來喝 不會來為 頭疼來喝 最舒適 我們用愛灌溉這座美麗的城市 因為有您 大台中將成為台灣的驕傲 台中經驗邀您一起來體驗 空調靈 空泡來喝 不會來為 頭疼來喝 最舒適 10月9號控制 流氓本身是酸的 可是燃燒代謝以後 等於說他活著的時候是酸的 死掉又燃燒代謝 跑到我們肚子死掉以後 所以流氓是一個檢驗食品 你單純是要消水腫的 那我倒建議就是不要煮破 因為煮破的話 你就會增加額外澱粉的色情 所以你就是把它等於是悶熟之後 那就是它的那個 水裡面就有加磷子 這邊就是銀香穴 銀著香氣 你這樣常按壓 你就改善鼻周的血液循環 眼袋浮腫的話 你可以貼這個叫四白穴 在這個黑眼球下方的地方 請鎖定養生我知道 周周來報道 如果您感冒好幾天還沒好 請您優先考慮 有鹿彎加強液 加強配方 安全更有效 較嚴重的感冒 我優先考慮 有鹿彎加強液 精神好 氣色更好 只有非精英改造還不夠 買大漢非精英改造系列豆腐就對了 有板豆腐 超嫩豆腐 家常火鍋豆腐 雞蛋豆腐 每一粒黃豆都有身份證 單一品種 食品級的頂級黃豆 單一品種就是純喔 大漢豆腐 大漢 如何搶賺旗鼓大錢 善用工具 辨別市場多空 全面量化與您有約 10月4號台北台中 10月5號彰化高雄 02-2506-6808 02-2506-6808 02-2506-6808 歡迎回來 接下來帶您來看如何當衝囉 好的 姜安老師要教你當衝了 當衝一樣把握一個原則 15分鐘的K棒 就是在做盤整盤的 紅K棒跟藍K棒 是在做順勢盤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是做什麼樣的一個盤勢呢 來 就是台子騎的15分鐘的K棒 姜安老師好醜喔 好像都沒有框到對不對 沒有錯 今天真的沒有框到齁 用基本的手法是框不到的 所以這個盤整盤有做多到的話 基本上是平常出場沒有什麼賺賠 然後在這個地方又變空方趨勢 等一下再講齁 那這個地方是不是變成一個盤整盤 又一樣做空的話又被拉上去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又是小賠的一個狀況 所以今天他運用工具的話 其實沒有賺到錢 真的是這樣 姜安老師跟你說實話 但是 不要忘記了 遇到這種人工盤 有沒有發現 每一天的開低走高 開低走高 好 姜安老師跟你定義的是什麼 順勢盤中的逆勢走法 這就是人工盤 請你把獎益拿出來 姜安老師教你 獎益裡面寫得很清楚對不對 如果假設遇到順勢盤中的逆勢走法怎麼辦 假如你一招 運用單一根K棒 就是用十分鐘的K棒 你也可以運用它 怎麼說 我舉一下 1月22號的例子 來我們看一下 姜安老師有說過對不對 如果藍K棒 轉成了黃K棒 這時候你應該把你的空單拉出來 沒有錯 但是這時候 你也可以把你的多單丟進去 那總比在這個地方轉多單好很多對不對 所以進場點是不是變OK了 好 這時候來 今天姜安老師要跟你講喔 那今天用得到嗎 可以喔 為什麼用不到 來我給你看齁 十分鐘的K棒 到底怎麼樣應付這個人工盤的齁 所以盤子不會那麼擁空啦 怎麼說 來我們看一下 來 一開盤是不是藍K棒 那我們是不是在這一根 8931做空 沒有錯 8931做空 完之後 拉到這邊 8941是不是做 要把空單平倉 所以小賠十點 但是8941做多晚之後咧 沿路拉到這邊來 帶這個地方 8995平倉 你不會覺得這個地方 就可以cover掉前面的虧損了嗎 所以如果假的這樣算的話 是不是 小賺十點的一個價差 這樣了解嗎 所以 我告訴你的方法 姜安老師真的 我會的東西 我全部寫在講義裡面 姜安老師告訴你 這30分鐘的時間 有時候不長 所以我必須要告訴你 基本的手法 但是除了基本手法以外 也有進階的手法 自己拿講義出來看 姜安老師 真的都寫在講義裡面 每一條 全部都是圖文並茂的 告訴你 所以啦 結論就是這個 做多做空 按照基本手法 按照進階手法去操作 不要怕 為什麼 不要去害怕單一天的賺賠 這個不是重點 昨天不是也賺錢嗎 今天小賠又如何 每一天就是這樣子 安若歪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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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歪 好好運用K-POP的顏色 真的可以幫助你判斷多空 對 既然今天的衣服是黑色的 這是戰袍 沒錯 所以代表說明天很關鍵囉 那明天有什麼要注意的呢 好的 明天的關盤重點重要了 真的 姜安老師慢慢講好不好 我跟你講真的 有時候護盤真的要護來 因為為什麼 因為畢竟是政府嘛 總是要護一下 但是趨勢的力量真的很大 趨勢的力量真的很大 因為你去看美元指數 看歐美股市的表現 你也知道 所以當然也驚得很辛苦 外資真的拼命在賣倉 你也看在眼裡面啊 所以這些數字你一定要知道 到底這些數字打在哪邊 摩胎指的換倉成本 到底在哪裡 10月份的法連的換倉成本 到底在哪邊 你一定要知道 禮拜六禮拜天 健安老師就是要分享這些數字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麼 多空交戰的點位 到底打在哪個地方 8900X18點 這個才是最重要 明天我認為 如果沒有多空表態 也會是一個大波動的一天 因為明天是禮拜五 大波動的一天 所以如果這些關鍵的點位 你不知道 聽健安老師的券 請你推廠觀望 所以你想知道嗎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 健安老師就給你鼓鼓一下好不好 等一下廣告的時間 利用電話 打一通電話 線上的助理人員 會告訴你 89X8到底是打在哪個地方 怎麼取得 這個比較重要 當你知道它到底怎麼取得之後 禮拜六 禮拜天的活動的過程當中 健安老師就是要教你怎麼運用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對 好 謝謝健安為我們帶來 最及時的分析 那期愛論壇 也是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會持續帶你來掌握整個大盤的趨勢 到底是什麼 別同一時間 下午三點鐘 準時我們再會 拜拜